近日 中国科学院紫荆山天文台牵头的联合实验团队 在青藏高原成功实现了基于超导接收的 高清视频信号公里级太核兹无线通信传说实验 这是目前国际上首次将高灵敏度太核兹超导接收机技术 成功应用于远距离无线通信系统 这次实验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的 青海省海西州雪山牧场亚毫米波天文观测基地开展 每年10月到次年3月 是这里开展太核兹频段观测的最佳时间段 这次的实验装备就是眼前的高灵敏度太核兹超导接收机 实验中发射端信号发射强度仅有10微瓦 相当于手机基站发射强度的一百万分之一 而科研人员在如此微弱的信号强度下 通过太赫兹超导接收机 成功接收到了距离1.2公里处传输的高清视频信号 比如说微波通信 它可能是一个两车道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而太赫兹的通信 因为它具有更宽的更丰富的频率普资源 就相当于把车道增加了 可能相当于一个六车道甚至八车道 太赫兹是指波长为3000微米到30微米范围内的电磁波 是介于微波和光学红外之间的频段 太赫兹频段覆盖部分毫米波 全部亚毫米波和部分远红外 对该频段的深入研究 可以加深和拓展 人类对物理学 天文学 信息学中 一些基本科学问题的认识 太赫兹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天文观测 生物医学 数据传输与通信等领域 对科学前沿 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 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我们这次用的这个超导探测技术的意义 就在于它的灵敏度很高 就相当于在这个更宽车道的这个道路上 跑的这个车子性能很好了 几乎是没有损耗的 所以说它就可以跑得更远了 太赫兹通信 长期以来面临信号衰减严重 而难以远距离传输等瓶颈 实现太赫兹远距离通信 一直是国内外科学家们攻克的方向 为了解决相关领域技术难题 我国科研人员从上世纪90年代 就开始了太赫兹天文探测技术相关研究 经过近30年的前期技术积累 终于在近日实现了国际上 首次将高灵敏度超导接收机技术 成功应用于远距离太赫兹无线通信系统 同时也实现了在0.5太赫兹频段以上 迄今最远距离的太赫兹无线通信传输 我们有两个优势 第一个是我们有青上高原 我们这个是非常好的台词 另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我们国家在超导探测器技术方面 也处于国际的前沿 此次实验充分验证了 利用超导接收系统 开展太赫兹通信的独特优势 为未来空间空地大容量太赫兹通信 以及雪山牧场亚毫米波多学科平台建设 奠定了关键技术基础